相隔好幾公里可以看到山谷中央 濃濃白煙直竄天際 讓人觸目驚心 一旁還有火箭彈接連發射 這是國防部二十號在九棚基地 進行的軍事演習 主要測試雷霆兩千多管火箭系統 試射作業 快個場景有民眾在海邊 就聽到紅龍 紅龍巨響 天上出現不少火箭發射後的痕跡 巨大聲響讓民眾不斷抬頭查看 國軍正在基地內演習活動全面暫停 執行射擊操演期間 因為有一枚雷霆兩千火箭彈 不明原因導致火箭未離架 推進技訓燃造成車輛損壞 幸好操演官兵五人受傷 不過單位也立即依照緊急應變 程序應出 並有中科院陸軍成立專案小組 理行噪音 第四專案區指出 非常感謝外界對國軍戰備訓練的重視 本部將深入研究射擊狀況 相關噪音作為日後射擊訓練餐具 以增進訓練時效提升部隊戰力 根據瞭解雷霆兩千多管火箭系統 是中科院自行研製的多管火箭炮 是陸軍反周波反登陸作戰利器 目前有三種不同射程的火箭彈 原本想透過演習提升戰備能力 卻發生突發事件 也讓國防部得重新裝檢 該怎麼樣才能避免類似意外再發生 近新聞綜合報導